8日西南烈风或暴风讯号验证生效 天文台会在中午至下午2点前考虑改发3日强风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 新界北部雨势最大 天文台发出新界北水浸特别报告 另外山泥倾射警告同时生效 当局暂时收到114宗林树报告 医管局说暂时有3个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 又是天光之后尼坦在市区继续造成破坏 记者李维现在在机场的 多不多人滞留在机场 早晨 张文彩 机场现在仍然有不少旅客滞留在这里 部分人士更加是由昨天开始就留到现在 我们和部分滞留人士谈过 他们说之所以选择一直留在机场 是希望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最新的消息 我们来看看机场现在的情况 我们见到国泰登机回到新闻报 而这次风暴消息先看到这里 各位 八号西南列峰或暴风信号生效 天文台会在下午1点之前改发3号强度 天文台在10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 而新界北水浸特别报告 生离倾射警告还在生效 离毯已经登陆 而风势和雨势仍然持续 交给洛敏哲说一下 在雷达桃重温一下离毯迫近香港的过程 看到雨势首先影响东部地区 之后离他风雁是清晰可见 即是直径有大约100公里 比香港范围更加大 比较少见 清晨4点 离毯在大盘半岛附近登陆 香港部分地区进入风雁 雨势稍为缓和 而大约5点 雨大覆盖香港 广泛地区每小时的雨量超过30毫米 其中白乡和錦田一带 在过去3个钟录得超过90毫米 清晨香港开始转吹西南列峰 普遍地区开始变得当风 有狂风大雨和大浪 离毯之后就会移入广东内陆 并会逐渐減弱 本港现时仍然是受离毯的雨带影响 多处是吹西南列峰 记者宋子浩现在就在鸭利州村巴士总站 这个区的情况是怎样 蒋文彩 现在我就在广东南区的 鸭利州村巴士总站那里 我们看到现在在现场 这个强风已经被冒之前这么厉害 不过仍然看到稍合之前 已经是打过风的痕迹 地上留下了一些树枝和树叶 吹坏了垃圾桶 吹坏了遮蔽 不过雨势已经停止了 风势也减弱了 所以见到有部份市民已经出来吃早餐 亦有部份市民赶上班 由于巴士服务仍然暂停 所以大部份人都要搭的士或自己开车 要截到的士都是有些困难的 铁文台就说会在稍后 准备在下午1点之前改发3号强风讯号 可以见到巴士公司在早早前 应安排了一些巴士司机来到这里准备开工 准备在稍后在3号强风讯号发出之后 就会恢复行驶 亦都见到有部份的巴士已经停在巴士总站位 现场情况我们先看到这里 先把时间交给新闻 好啊 受到泥毯影响 本港航班升降受到影响 机场管理局说 今早6点到今晚9点 预计可以安排325班航班来往香港 野机场通宵有大批旅客制令 这节风暴消息报道员